以下內容純屬主持或加分個人意見 日本頻道立場無關 歡迎收看最新一集的《傑出阿仙老》 在說所有事前 大家一定要留意我們手拿著這件事 因為上集節目 我們說過了 我們接下來這個聖誕節會送禮物 沒錯禮物呢 新年未到 就到 又失三分 我以為你想跟各位觀眾拜個早年 那未至 做得太 大家看到了 阿Kib 阿攝和謝賢 沒有人拿著一條頸巾 我們很公平 所以我們會有三個幸運兒 一人會有一條頸巾 究竟怎樣可以得到這個頸巾呢 就要看到 沒辦法 當然要迫你們看到節目最尾的部分 幾分鐘我不會說的 你看下去就知道 我怕她自己按下去 對 很差勁 又可以 最好不要這樣 不要太頑皮 對 因為這個遊戲玩法 是你要每一分鐘都要留意的 但究竟怎樣玩呢 我們節目最尾的時候 就要告訴大家 我們這一集的節目錄影 他們上一集就踢了四場球 心情可以用林彼康一首歌去形容 是甚麼 高山低谷 是嗎 對 那怎樣可以為高山呢 就是我們歐聯就可以手命出線 然後巴素尼4比1 再加上盧多格雷斯幫忙手 是了 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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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破壞了他們 阿斜出了位 你猜的 其實是 我說有機會可以得到手名 但你說你連劇本都說出來 你說大開大合贏和他 是嗎 真的大開大合 還有盧卡斯普雷斯是母子棄法的 是 很值得高興 之後接下來的聯賽 我們終於可以踏入這個十二月的聖誕之門 可以很開心 又可以贏到這個小屋城 是 但是 開始有點不妙 一抽籤之後 整件事都急轉直下 是 心情都單單 可能不止我們 可能你的球員也是這樣 大家都以為 低谷以為是這兩場比賽又失三分 其實 其實 抽籤對拜仁都已經是先兆 是 諾賓寸道 諾賓寸道說贏 我們贏到滿 我們都看拜仁都滿 我們已經不是什麼 不是以前的阿仙奴 我們是手名 拿到 是不是 但是這兩場 但是這兩場 有些先兆 令到我們覺得 哎 開始有點不開心 怎麼真的不開心 真是 哎 自從抽了這個 很多朋友在不同的討論居裡 討論 就是覺得是 命運來的 這個秘密可秘 劇本 劇本 接下來那兩場 就是我們今集的節目 戲玉了 戲玉了 一定會說的 因為人家不是說什麼 馮堅誠 萬聯又失三分 是 我們現在可以換一換 阿仙奴又失三分 還要是同一個比數 同一個開局 這些才是劇本 黑色11月的 原來是錯 黑色11月的 是黑色12月的 我也是不知道 如何去計時 輸給這個 好像喝完水一樣 以前就是集中一起客 現在就是拉雲兩個月來客 那些 我們就是輸給這個 俄華頓 先領事一球 被人反給兩球 最近對曼城 也一樣 那麼 頭號戰反 大家一定是稱魂家出來的 這個實在 是 我想從調動上方面 其實 先看俄華隊那場 其實人們說 我們先說第一個問題 就是魂家調動問題 最大的問題就是 不懂得流力 就是說不輪換 不輪換之下 加上體力不夠 給兩隊踢法 其實都有點相似 都是喜歡歌位 壓迫防守的 俄華隊和萬聖 壓欺負我們 欺負到我們 我們沒有還手之力 那又 我對這個看法 其實有少少保留 先說我的華隊那場 其實我的華隊那場 其實 在追平之前 或者甚至追平了之後 其實我們的狀況 景地沒有差到這麼惡劣 好像昨晚這麼惡劣 就是對曼城那場 都是有些攻勢 做了一下出來 當然你會說 那場可能體力夠一點 你才可以做到 但是問題是 就是 輪換了之後 我想你都是用傑比斯 就是盧卡斯那些 就是 出到來那個效果 可不可以跟 都是出名搶得的 我還說 不可以周旋到 還有你踏入聖間快車期 照計大家 因為現在歐聯已經是 分組賽已經打完了 那你現在每一隊的賽程 甚至如果 阿仙奴那個卡領都出了 出局的時間 照計你打少過人 對吧 我覺得 說不通 你又打那麼多 別人又打那麼多 那為什麼別人有力 你就說脫腳 對吧 那些人會說 李奧華頓 甚至乎 可能你車路士 都不輪換 但他們不用踢勾聯 過了 過了 那不是 而且你經常說 輪不輪換 假設我真的輪換 我對奧華頓 我換勞卡斯打前鋒 我換勞特打前鋒 如果又和了的時候 你便會說 為什麼要輪換 踢得那麼好 為什麼要輪換 你說完 我從小到開始 是領先來踢 我都覺得領先 經常覺得 派主力出來 去踢好對方 對方有順利 這對方 踢出來領先了 然後再想 如何調配 那當然 那個追和時機 兩球 兩場球對曼城 對奧華頓 都是比較差的 對奧華頓 就半場前被人追和 對曼城 就半場開球 就被人追和 這件事 在2014年 我們已經說了 那時候 我們 2014年 那時候 我們剛剛叫做第一年 可以說真真正正正還債 我們已經要撇開那些所謂 下米主限範論 就是這件事不成藉口 那年 我們歐聯第一次 就是 仍然是那種 就是歐聯對著多蒙特 就是原場 直接是兩件事同時發生 就是原場前出場後 同時發生 接二連三 在這兩年 我們不停都是 原場前出場後 就隨便選一件事 這兩場 就是分開兩場 我覺得是 說真的 有少少不同的 集中力 是否真的散失到 去到一個離譜 空了的地步 我覺得 又不至於 但是 我們似乎 真的沒有辦法 將迫搶走到最後 有些人說 不能夠將迫搶走到最後 就是體力的問題 大家都可能會有看 雲家賽的報道 尤其是對曼城那場 就會覺得 我們下半場 是沒有體力去做這件事 我首先想說 大家經常說 體力體力 現在幾個月 十二月 就算踢得賽程有多密 甚至乎我們對歐聯 我們最後一輪 會有出其他後備球員 對嗎 有出基比斯 有出盧卡斯 有時候都會出 甚至有時候 對曼城 我們贏三比一的時候 其實我們已經是 將主力換了出去 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綁收車路士 十一年性的車路士 他常規人數 其實只用14個人 大家都知道 他是怎樣換法 半場就一定是快比加斯 不用想 不用我拿乾地的牌 我也知道他怎樣換 OK 反過來 阿仙奴換人 那個排列 就是我任擺 那個選擇 其實比你車路士更多 你說什麼 看不看力 那樣東西不合理 人家又是用十三四個人 又打得這麼好 對吧 比我們有歐聯 踢的球隊 不是串車路士 李施育成也有踢歐聯 其實他們這兩場 連續快車 都沒有什麼輪換 但是 兼且對施育成這場 還比踢小華特 一個 都是一樣 下半場地 他次第是追回兩球 都是用體力式的迫搶 都是換人的情況下 去做到後備 烏魯華和格雷 都是做到贏 叫做幫手 幫手可以追到和時 曼聯都要打歐霸 就是所有事情都是 你看見伊巴巴也是這樣踢的 是吧 伊巴 卡 伊巴傳道 他說他現在身體狀況 打到五十歲 都可以打這個賽程 就是伊巴卡 這些夠老將 都是繼續連踩下去 當然你要說 之前少一點踢 但是少多少踢 心裡有數分解 是不是體力 形成到這麼重要的因素 我不會想像這件事 見下半場 我們的轉數是慢了一點 但是這不是我們輸的主要原因 我今天做這個節目 我不理會大家 你舉什麼贏輸的因素 我希望所有的球迷 或者觀眾 都想清楚一件事 坊間上很多不同的post 描述很多like的post 他所說的事情 是否真是中坊 是 體力問題 我想坊間上很多不同的平台都會說 你講 誰是累 累的 山神是否更加累 是 山神整場球 他就算坐在這裡 好像默契的時候 其實他不是在休息 他是在想 為何長球會踢成這樣 而不是累 最累的 或者他樣子顯得累的 是誰 其實大家講來講 都是奧斯爾 究竟奧斯爾真的累 還是他的心態 我平時覺得他有些話說得不錯 但是他這次說 雲家沒有看說明書 說要被奧斯爾休息 BOOSHIT 都說 EBA36歲 奧斯爾現在頂了 27、28 你說什麼 說體力不夠 而且 我當你真的體力不夠 體力不夠 是哪些人說 你穿完才說 他又長 他上半場都沒有穿過 你看到他防守 都已經在量度 OK 你說 阿仙奴不打緊迫的 今場打 區域聯防縮後來打 所以塞一塞 那條 passing link 就OK的了 剛剛 剛才跟他說完 有個有牌的 Tony 那些教練來的 你說你塞位 那你真的要塞到位才行 你自己回去 放大鏡去看看 奧斯爾 是否集到別人 先 大大隻 斯華和迪布尼 站在你前面 你都不是 你都不是 你不是馬上回去鬥的 是他過了你 才回去追 那這些 不是叫塞位 你這個吃塞 吃塞米 這樣 你說斯華剛剛 年紀差不多了 身形矮 矮小過你 大家周中 散過他 斯華是否會自己傷風感冒 然後說那場不能踢 那些 就是奧斯爾比較鐵人 即是奧斯爾很少大傷 即是前櫃 膝頭 其實斯華傷的程度更多 但是人家矮小過你 雖然傷得多過你 但是落差多過你 人家周中也有踢歐聯 即是他國際賽事業都沒有停 你奧斯爾國際賽事業停過 我相信最近這期是停過 是不選他 是沒有選到他 都懂得時間多 再加上最近這幾場大家有 不是特地抽個戰犯出來 拿他出來變屍 但是你說 有巴達提出 有巴達提出一個 整隊很累 很黏 下半場黏的原因 除了體力之外 最大的問題 不止是體力方面 做不到那個逼場 這件事我覺得是忌起扯悲 悲就是什麼呢 就是其實很不想再抽奧斯爾出來講 因為有少少那種叫做什麼 固態從屍 甚至乎輸打贏 可能有些人會覺得 踢得好我們又爭 但問題是這件事 他需要去改 而且反過來說 這次不是我們首先抽他出來講 麻煩你們客觀點 走回去討論帖 看看 哪一個首先抓奧斯爾出來講 已經不是我們主持了 不是文傑 是自己巴達都看到這件事 這場是大戰 各大討論區 我們有群 很多不同的 甚至乎愛國的球迷 對 都很多 都真的覺得這次很難幫 還有這個有個點 就是說現在是審視著 你說要25萬磅周身 我也想給你 你也要給我看 等於山塵 現在擺明就擺明 對 我當他 我們一向都不知道山塵 原來是這樣的看法 是 你很明顯 這條一定是在搏續約 就像和仔一樣 合約戰士 這麼下力 看得出來 你看到我們 當不清楚山塵 原來是一向都這麼勤力的人 你見到牆上的山塵 追到這樣 一定是搏續約 起碼你見到我 我給得禁 三十萬 三十萬 起碼你山塵 你可以當作的士 你每跑一撕 我感覺到我三十萬搏 我又真的挺值得 我買一輛車回來 這麼貴 原來是泊車的 你不是開車的 你明白嗎 只是看 老爺是車來的 我們不是擺車墊 我們要車移動 我覺得最簡單的就是 經濟學理論 我們結出阿仙塵 一向都是很學術性 很多看法 經濟學理論就是 現在你付些舊錢 通常是付上一年的錢 我覺得現在也值得付 但問題是 你簽一張 不是簽兩年 是簽五年 五年之後 的OCE 是三十二歲 三十三歲的OCE 你覺得現在二十八歲 的OCE 已經是這樣踢的時候 那你期望三十 三十歲以上的OCE 會怎樣踢 舉一個例子 二十五萬磅 你給二十五萬磅 五年後的OCE 各位 大家記不記得 可能早兩三年的節目 我們經常會說 一個 我們球員 普多斯基 普多斯基射球是很厲害的 大家都會期待他 Magic 其實現在 他的朋友 OCE也是一樣 我們都在期待 他Magic的傳送 也不是我們 雲家自己也期待 雲家自己也期待 但問題是 如果這場球 真的只有一次 大家會覺得 兩次 兩次 大家會覺得 他的傳送 或是他這個 Magic的一腳 可以彌補到他這場球 在防守上 甚至乎他隱迎合的失誤 有論點是說 我剛才說 這個續約的問題 就是 有不少人都說 會不會續約這個問題 令到山神和OCE 心有澎湖 會不會令到場上表現有影響 山神就告訴你 即使真的有 即使真的有續約的問題影響 就做給你看 就是一直繼續這樣踢 要踢自己的球 假設如果這個事實 真的有續約問題影響到球員 沒有失誤就是真的有問題 我想大家都看到 在這場球 大家看到山神經常做一件事 就是 不斷握手 叫大家防守 我們經常罵伊和比 這場球 其實他很不願意做防守 但他一看到山神握手 他馬上 就馬上跑過去 我看到伊和比雖然 在打個 這樣是奇怪的 因為這場球 打區域聯防 我們都很失敗 這是賽前戰勝問題 但伊和比 因為他正正不懂得打 那種所謂要跟別人比較 那種體系 但他自己單對單 鏢其實我看到他鏢掉了 費蘭道 還有 左邊 他對著的應該是薩巴列達 主要是 他鏢掉了他們幾球 還一個人扭了一個之後 反擊的時候扭了一個之後 再分球 我多欣賞伊和比這件事 這件事我覺得 起碼要有個進步 有件事值得我們讚 你奧斯爾這場球 你拍到伊和比那裡 你走開吧 阿叔 等退休 那樣 那又不是 我現場積套局都說 看定一點 又不是下場的 我在半場的時候 都打算幫他 鬥一鬥 鬥一鬥他 的確上半場都有 兩腳好球 全國兩腳好球都OK 但是下半場 當然整隊都不錯 整隊都不錯 有些事情 你更加令人覺得 你 最慘的是 問題是 我們開始 更加依賴你 除了山神之外 更加依賴你 覺得你是值得付託終生 慘了 還算了 愛錯郎 愛錯郎 真的 開始想著信得過 真的靠你 連入攝都 今年他入了這麼多球 就是靠很多他和山神未來 去入攝 當然要怪做不到球 上去是應徒的 他自己都無計可知 在前面 山神叫勾走 他就勾走 勾走都沒什麼餘地可以做到 即入攝更加做不到 這些都怪不到他 但是問題是 你進攻幫不到 所以防守都要盡力 各大討論區都見過不少 奧斯爾有十多秒的 有一個萬成的組織 在中場都猜球 幾個人 我們的球員都幾個人 跑一下 有少少的動作 奧斯爾都是 走到自己看 好像別人猜 好像不習慣 好像他變了球證 或者練習的時候 在旁邊看 你們猜猜猜猜 我在旁邊看 那些感覺 當然這只是其中一幕 但是 我們這麼多個位置 我們三個對評價 漢君自定 大家覺得 做師是怎樣 你們自己決定 我們是否真的 這麼鞭嘆 很明顯我們三個 已經很留下手 追到 追到 褲都掉的時候 你們看不到 我們追到 大家都說 又是你們 追到 我們是被Youtube被人吵 你們現在才是J老師 到現在 你又在罵 我們免得不做 但是我看的帖文 推翻文傑 對華頓 奧斯爾表現的帖文 原來又適合 是 罵 所謂質疑奧斯爾 也不叫罵 在文傑眼中 這些叫罵 那個帖文是有適合 就是看官智論 奧斯爾那個 撕開了 算了 不說那麼多 但是剛才阿薛說得對 那兩個中場中都出事 因為我覺得就是 實際是 薩卡 薩卡很多人都質疑他 說他聞到水貨味 聞到水貨味 我覺得這樣看 就是 在對愛華頓的長球 我們有半場 雖然被人搶得很厲害 但我們未至於落下風 因為始終愛華頓的實力 和質素 和曼城比都還差一匹 但是在曼城的下半場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原來 就是 我們經常都說 沒有卡叔 我們後半場轉到上半場 那個節拍器是不見了的 那之前對藥女的時候 或者對下游分子 我們會看到 阿薩卡都做到東西 放到長球 但是這場球我看到了 我覺得大家平水貨味的時候 有人說 用奧斯也要看說明書 其實你用夏卡也要看說明書 這一場球會看到 夏卡的腳下功夫 其實 未得 甚至乎 他是未得過 他在得甲的時候 都已經是這樣的 比較粗爺一點 尤其是當被人迫到荒勢的時候 他的弱點又更加顯露出來 原來他連 挨伸左腳 互過波 都是互不到的 甚至乎是 要想去盤扭的 都盤扭不到的 那 沒辦法的 別人魚狼似虎這樣想的時候 他一個被人兩個夾 你高機又幫不到他的時候 他那隻球員 我可以這樣比較 你說 會不會期望到他進步到一個地步 可以一個人扭兩個 一定不行 但是 會不會可以護得好一點 可以 因為他畢竟還年輕 但是你說如果他真的 控球真的長期都是這樣的 你說是不是真的變成一個水虎 反過來你跟我說 愛華頓的巴里 有幾時是扭過人的 就是這樣踢 這些白種大舊佬 叫做派長波那隻 其實很多隊都有 不一定說一定要扭到人 才叫做打得那個位 你不要給卡叔 就定下了那個黑板印象 就說 因為我們卡叔之前 就是一個扭三個 那是卡叔 你總會有一天找不到卡叔 對不對 那你就要想你的辦法 去怎樣遷就那個球員 如果不是你買他做什麼 那你就應該直接去發甲 你可能買體會買高機 那你就可能比較和卡叔接近 起碼都找叉做尼古斯 那些都可以跟你一個扭三個 這一種的中場中的球員 但不會說他Defense 這場 甚至乎對華頓一場 都是踢不出英雄 是 因為他連那個防守 都是有問題 這個是真的 但我經常都會覺得 防守這個問題 你不可以只說他一個人有問題 我們之前剛才說奧蕭 在前面 就算山神跑一隻狗 那樣 但奧斯都好像讓人 中門大開 開門入道 開個音道 給你進來 攻我們的陰影位 那你下街又可以做些什麼 那我只是想會覺得 就是他和高機連那個處連 可以做得好些 那這場高機要有贊的地方 就是他可以推三個球 但問題是 當他推三個球 他前面又找不到人交 變相就很容易被人打 很可憐 剛剛有時候 有些巴戴 可能我們和其他 不是我們阿仙奴球迷的巴戴 去討論這場球的時候 他們就說 你看高機連傳球斷了多少 五十八個巴仙 我心想 大哥他抄完那個球 旁邊沒有人 就是有時候 你不要只說 那個傳球 傳失球很多 那你看他傳哪一隻球 譬如牛奶仔 他永遠 打死都不選最短的傳 他傳失球是應該的 因為只要他傳到一鎊 你就死定了 是 高機連這場 當然他不是那麼致命性 但是他真的抄完那個球 下來 沙卡永遠在他身後 沒有一次在說 邪旁邊 好比一些沒有的 就是 我會回憶 就是說 我看了一些練球片 我覺得現在阿仙奴的練球 都是練得不好 就是那個所謂猴子 那樣東西 因為你高質素的猴子 你是立刻要找到人 他突然在你旁邊 給你做過全球選擇 這個也是 云加你自己很欣賞的 哥迪奧拿堅持 那樣東西 全球選擇 我們那場球哪有全球選擇 或者是成程 默契不夠好 只能夠說 那一上一落 始終都是卡叔和高機連 那個一上一落 的互補 都得最好 現在是高機連 和沙卡 就是都是 有時覺得他兩個都押上 兩個都反而變了押上 就是 其實今季押上的情況 都多了幾多 但是 沙卡都不少 原來 兩個同場都押得很上 我不知道是 雲加拼打還是怎樣 但是有時就是 押得太上 攻的時候 又不是幫得來 到時候被人打回頭 就開始不夠人了 後面 甚至 做那一球上去 你兩隻中堅 加一球 開短 不開場了 龍門交給獅子 再交給兩個中堅 想交出去 交不到 沒有什麼好選擇 要是交兩邊閘 接著 兩個中場 是拉得很遠 跟中堅 梅斯達菲不在 這件事更放大了 因為梅斯達菲 他有一種性質 就是 譬如有時 屌他對史韻斯 那場那一球 他自己弄出來 但是其實他有這件事 他同一時間 是一邊雙面印 有道好 他為了 見到 可能中間僵局的時候 他一腳大大力 可能刮草色 或者一個高球 掘上去 不用經中場迂迴 但是機比二 因為他有提供性質 他不敢搞這門 變成我們這些球 硬要過中場的時候 非常之危險 就像Kith所說 因為拆開中間 而被他們逼 生神經常喜歡 刮草下球 這件事 有些人說 為何不留在前面 他就看到後面做不到球 他回來幫忙 但問題是 不是永遠錯的 不是永遠錯的 但我會覺得 其實這件事都是說 奧斯也會有責任 所以 他也可以下來 拿多些球 分擔一下 我自然說這個問題 也對 梅斯達菲在這 就立即 搞定這件事 是三場球 他一不在 他在這 他立即就沒事 這個論點 會不會成立 有些人說 一沒梅斯達菲 我們就立即是 自廉輸好幾場 如果你說 你用進攻的層面去看 還是防守的層面去看 直接這樣比 機比二和他 進攻層面 進攻層面 這個說法成立 但是防守層面的話 這個說法成立 因為機比二 其實已經打得很出色 我覺得已經 尤其如果 以大家 都是 提供性質去看這件事 你想想 對面的高拿諾夫 史東斯和他 替來替去 都是這麼會的 我們起碼機比二 出到來 我覺得這場球 真的靠他和哥斯尼 拼命三郎 拼命三郎 如果不然 多多都可以我們輸 就像你所說 看主攻連主手 問題是 我們是很被動主手 所以 你出了梅斯達菲 主攻方面 可以帶球上去 又或者放長球上去 問題是 我們都沒有空間做到 沒有空間 給梅斯達菲做這件事 你看到對面 斯華、迪布里 史達寧 尤其下半場 他臥狗搶事 下半場 開始逼搶你 你兩個防守 幫不到中堅運球上去 就算梅斯達菲在這裡 你梅斯達菲也運不到球上去 可能你也要像加比爾 要分量被兩邊閘 甚至要麻木地斬上去 然後又被人打回頭 可能都是這樣的情況 我自己覺得 彈以萬成這場來說 可能對華盾差不遠 拼好一點 但我覺得不會差得很遠 你說梅斯達菲在陣 人會不會幫到很多東西 其實整隊都是 有個神仙也救不到 彈天南寶自尊 況且梅斯達菲近十月 十一月開始 表現沒有八、九月那麼鎮定 開始有些適應期 密期過了 開始要有些起伏 他在這裡 我又不覺得會比現在的加比爾 其實加比爾在北球有攻打球 那些人現在說踩加比爾 替攻來講 你都蠻不得的 只會這樣 有凹位凹不少 解圍又做不到球上去 加比爾就是這樣的 就是典型那些 十月包華的中堅 右波就清掉了 你還想怎樣 他今天包圍的速度已經不輸了 說真的 艾達維利特 都是做一些簡單的事情 只不過他只不過 把簡單的事情做到最極致 其實以昨晚的標準來說 基本上已經到了 到的了 他的高球都蠻不得了 因為金秀的環境來說 我覺得兩隊中堅 真的走掉了那兩下 但那兩下是整條房子都走掉了 還有誰被他斬 第一 第一點 為什麼經常都說 這些高球 為什麼會被人起腳 起到斬出來 施華那球 算了 技巧太高了 扭完之後 還要切起來 讓阿新來追 那你側邊那球呢 大量時間封 OK 為什麼迪布尼 可以有這麼多時間 挖球去遠的位置 當然你可以說 蒙衛爾不夠速度 但你要先截了 全球的路線 還有OK 還有球這麼高 打下來 真是有 真是這麼放心 蒙衛爾1 1on1 真是沒有時間回去 鬥回去 真是沒有 有 好嗎 OK 其實說真的 昨天場球 你說哥迪奧爾是否很有決心 要贏到阿仙奧 我覺得不是 迫搶就當然了 但問題是 他們只不過是想不輸 即是他們預算 沒有那麼多球員 是不相信的 其實那兩球 他們只是拼搏 說真的那兩球 其實不算是真正正所謂的 即是 即是 絕對不是 哥迪奧爾典型的 那些宴偉 突然間好像打到 靈陽掛角 去無存清 完全是 你捉不到他 他不是那隻 明賣明賣 這樣 撥一撥一撲 你又真是中 所以這件事 就是顯示到 是球員的心態的問題 即是 戰術執行 大家都只是這樣 哥迪奧爾那 哥迪奧爾 我們就讓給你控球 這個都明白 上半場是成功的 這個是 真的不差 我覺得上半場 我是 收貨的 我這個積土坡都覺得 真的 一球吃著 不是打這球 我們已經做到盡了 有幾年前我們說的 就是我們 信黑的人不專心 或者是 信心崩潰 信心崩潰 那一刻是來得快 被人追 追和了 其實那一刻 被人屁股撞棍 屈倒就屈倒 沒有所謂 根本那一刻 不反映雙方實力 有什麼差距 其實 你試著 對他 做同一件事 可能你也會 你沒有機會做 那為什麼沒有機會做 是因為你自己到下半場的時候 然後雲家裡任由你的球員 至少那個大人和小孩 踢球的情況 沒有那麼 反而我覺得 對萬年那場真的差 真的整場差 大人對小孩的情況 在上半場我真的不覺得 當然是對方 其實慢吃陽半備 所謂的 但是其實 上半場其實他們 都不是做得到 很右下的攻勢 已經滴過來了 施華都盡力 好像都猜的 我反而覺得 就算那幾個攻擊球員 在那裏 那個分裂都不會 就是說沒有阿古路是有影響 但是其實 你是不是說 我們肯定輸 又不是 其實是 因為那個仍然是他們 中堅自己犯錯 現在你不是說 整年都是用到金賓 現在突然間用不到 不是這一隻 現在是他們自己 市東斯健健康康 他們自己都覺得 現在是這樣的 現在證實了 都是甩漏 就是說 阿古路在這裏 其實這一個 他們被我們突擊 死的機會 仍然在這裏 現在就要考究 為什麼 下半場自己 突然間 賴屎賴尿 有人說 雲家的戰術 保守 縮 你覺得這件事成不成立 其實 縮的 反而我為什麼 沒有叫 下半場很多鏡頭 或是拍著哥特奧拉 整齊都面壽機 為什麼你雲家 就覺得自己在台上 撕手指 你可以搞得定這場球賽 你總得是作客 他當成是 DOTA STRING 手指動 球員就可以動來動去 也不是 就是這樣說 兩場 就算已經不說晚成 已經不單止說 對哥特奧拉來的洩底 對朗羅高文 已經是其差著 朗羅高文就上到來 也是上那麼久 其實 頭二十分鐘 也是 對 我們只看了二十分鐘 二十分鐘之後 就被外華登 開始全面進攻 壓迫得很盡 到你半場 完了 我當你上半場 就是不適應 半場 有沒有想過辦法 又好像沒有 然後換人 換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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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你之前 頭那對弱一點 那幾場 我們都賺過 雲加不少 六十分鐘 開始有調動 都挺正路的換人 但 這個員 不知道做什麼 尤其對高文 和對哥迪奧娜 好像真的有型 好像 那些調動 都慢立了 而且他自己本人 武手的調動 都出來了 而且他本人 多次 好像給人的感覺 就是只要他領先 因為兩次都領先 他領先 他領先之後 他不是謀求 他怎樣謀多別人 他是想 控著球 總之 穩穩穩穩 贏了三分就算輸了 大家做過的人 都知道這件事 你讀書也是 你想拿A 通常是給你一個B 你想拿B 就給你一個C 你想一球 就收山 往往就是輸了 球員 那些人說 球員是武鬥心 我又覺得 整對武鬥心 說真的 對小肯成 對小肯成 我們都落後 但我們都 還要輸得很冤枉 當然小肯成是假的 但假的 我們的心態 都沒有這兩場那麼過分 就是 所以就來 我們一開始說 累影響了 我就覺得 是不是真的這麼厲害 完全沒有 我個人意見 我完全不成立 我覺得 如果你這麼累 你萬成五爐七雙 你爺爺托尼 這麼不妥 他都要強行用這麼多場 你又累什麼 還要別人都不是特別有活力 說真的 落到場 我不覺得 他是什麼MVP 那些 其實哥迪奧拿 只不過是做 哥迪奧拿自己做的事情 只不過 再加一點 就是 下半場做真的自己 上半場 都開始有些鏡子 可以怎麼說 其實 哥迪奧拿自己都沒有想過 拿到這三分 我相信 在他撿回第一球之前 他最多是想追和 但攀平了之後 就真的想拿回三分 對 我覺得攀平了之後 不是他想拿回三分 是球員覺得可以拿你三分 而且是阿仙奴自己 扔三分出來給你拿 那我是要拿的 對嗎 我覺得阿仙奴的球員 心戒 好像真的失了一球 就兵敗如山倒 完全 失了那球 不是失了那球 像你剛才說的 就知道要照踢 但真的真的要照踢 所以我會覺得 對愛華頓 甚至乎對曼城 那個分野 不是實力上的分野 不是實力上的分野 技術上的分野 技術上是有分野 但問題是 心態上的分野太明顯了 哪一隊球隊 對著哥迪奧拿 技術上是沒有分野的 摩連盧有分野 你很簡單 你看車路士 車路士怎樣贏到曼城 車路士也會先讓他落後 都是落後曼城 反過來跟我們一樣 又是反勝 為什麼 這個就是 你相信不相信你可以在這個地方拿到三分 英超是一個充滿奇蹟的地方 只要那隊球是蓄意在你身上拿三分 你不需要理會什麼手法 他總會撿得到 真是哪一個的心態夠硬正夠強 尤其是說你強強對女 你卡領都可以輸給紗涵頓兩球 然後你毋度時報都可以和你 問題是 你的決心究竟有多足夠 英超無弱女這句 可以解得通 可以解不通 我覺得英超是有弱女 新特勒 真是今年是死球 史雲斯今年是死球 但問題是 所謂的無弱女 英超那種球隊 總會在有些時刻 他總是不給你三分 我就是要把你贏回頭 他不理你什麼 不理你的強弱差距多大 就是心態那樣 而你德甲或者西甲發甲 可能就是強弱 那時候算了 都明知輸給你的 華倫斯下那些豪三分給你 是派的 我覺得就是 回歸基本部 阿仙奴到現在為止 缺乏奪冠基礎 真是不是人腳 今年已經 也不是技術 人腳所有東西都 已經是最好的 錢和人腳已經是 你很不好意思說 現在這個季中說 要買誰買誰 我就真是不好意思說 是左閘 就是你從頭到尾 你說要真是想再賣 但是 是不是扭目不可丟呢 我懷疑先用著 我自己覺得 如果貴中 都是說 我們要買人才奪到冠 其實不是也是 幫阿仙奴在亞字旁加金 是嗎 最近週期元素表 加多幾個字 但都沒有金 都沒有金 是嗎 你都不想阿仙奴 變成什麼都 總之 扔錢 不是 是不是 現在這個是真是一個 如果反過來 這一刻 突然間給一場 哥迪布拉 和李雲加迪換 我覺得他這場 其實很想和李雲加迪換 如果他可以 有這個排名的話 他可以贏你 萬城兩三球 我覺得是的 沒有那麼頭癢 起碼 後球好一點 前線選擇都多 他們最贏你的位 因為中場位 就是施華加迪布尼這個鐵孖寶 是嗎 但起碼有花來難度 拖著他後退先 大哥 我經常會覺得 對於阿仙奴來說 贏和輸這件事 這個賽果 每個人都可以有不同的出氣袋 有些人會罵雲家 有些人會罵各別的球員 藍絲丹尼神 罵過很多人 但我會覺得 長球的三分是沒有了 究竟誰是主肯 其實是很羅生門 這場球員的個別心態 很有問題 最好 心態上最好 就是和仔 山神 獅子 和兩個中堅 其他在防守貫徹度 甚至想贏的角度 都是低的 雲家 雲家保守 就是保守在於 他換人的時間不適合 甚至乎 他相信 他仍然會覺得 在場的這群球員 以這樣的心態 可以得到分 他保守就是保守 他相信這群人 而不是在球邊 或者真的可能 有人說 為何不論換 就是可能對後備 真的不夠真心 可能真的不奇怪 你這樣 盧卡斯都不用 當然很多人都是 跌位 但這個說不通 如果你是普哲天盧 就說得通 為什麼呢 普哲天盧用的後備 可能是韋亞 雲黑 那些是青年軍提拔上來 你不是收購回來 可能你說你沒有錢 你迫著用青年軍 你不夠信心 就不悶 很合理 你不是的 現在你何定 OK 盧卡斯這些 你故意重金禮拼 買回來 你又信不過他 但你又買他 青年軍沒有眼睛 他小小在一邊踢 你提拔他 你現在不是 這件事都不 邏輯不 亂坑 其實我有時不明白 最亂坑就是 叫張伯倫進來 但是張伯倫打中場中 跟高 張伯倫 然後就張伯倫出去 但是張伯倫雙 沒問題 賽後有人說 又不是 有些生物 不知道又羅生門 全就全 馬斯克拉 波伯倫和張伯倫 都說他們雙 沒問題 但就算他不雙 他出來了 都是踢高伯倫的中場中 因為 山神馬在邊 和仔在右邊 但是張伯倫 放在中間 意義又何在 假設真的不雙 你說了很久 海鮮丫寶 就是基奧特和張伯倫 基奧特放在前線要題 一定要配這個 香草 和七彩 青瓜 和皮包著他 那兩款 一定是這樣的 你放了基奧特在前面 湧的時候 你放張仔一個 突破能力這麼高的球員 在中間 那你又一件事是沒意思的 為何你不把奧斯爾放在中間 古怪 這件事是古怪 奧斯爾應該換走他 就算你相信奧斯爾 當張仔有穩困問題的時候 為何你要換來爛地 又再偽換位 變回偽換位 也有 這個學文家是真的做得非常非常錯的 本年度最差最差調動 你說場面來說 馬聯那場可能更差 但是 如果你一講調動的這個點 這場真的堪稱最差 但是大家都是換一樣的人 基奧特和張伯倫 都是換基奧特和張伯倫 對馬聯那場都是這兩個 不過沒問題 張伯倫在對馬聯那場打右閘 這樣就可以打邊奧出波 因為這次沒有邊奧 沒有邊奧 沒有邊奧他踢 右邊是和仔背背 左邊是黃維爾和山神 沒有他打邊奧 隨便你下去放中間 但是位換位 位換位 為什麼你不換 換前鋒出來打鬼 好過 踢過前鋒盧卡斯爾 或者推張伯倫上前也好 不管你 沒有理由 位換位換走高基聯 所以這個是很不假的 這個反而是 這個我真的要罵魂家 昨天整情最差的是這件事 你說很多東西不夠人聽 這個是歷史為留下來的問題 很熟 歷史為留下來的問題 很多香港人都說歷史為留下來的問題 但是這個是很奇怪 變回以早上年 我們整天罵魂家的調動問題 這件事完全呈現出來 看這場角 看這場角 很有趣 一看大賽 就發球 對 好像特別保守 特別僵化 很害怕死 好像覺得我一定輸 先讓你三分 騰君打仗 還要繼續做這件事 私人醫藥 所以我想如果你說大家要歸咎魂家的話 就是我一賽前 他們都是這樣提 是這樣擺 是真的在調動方面 會令到大家很無所適從 那件事 我覺得這樣說 現在我突然間這樣說 這句可能有些反高潮 你說還知不支持魂家 繼續施政 在阿仙奴裏面 大家都知道他最後一年約他 剛剛說了有兩個人要做約 其實他自己也要決定 究竟做不做這件事 就 兩看 如果大家覺得感恩戴德 是大於一切的話 我們結束阿仙奴 唯有和大家共同進退 繼續支持魂家 但是 大家吃得鹹魚 就抵得渴 你要感恩戴德 你就要繼續看著 你必須要承認這個問題 你不可以找藉口 即是我的馬聯朋友知道 摩年奴戴是悶的了 是一樣道理 你就要繼續摸 我不會覺得現在阿仙奴脫離了增冠行列 我覺得有些巴打太晦氣 9分 是不是這個題目都可以談 在聖誕快車之前 12月 現在的賽程雙79分 車路士好像那些奪貫模 接連幾場1比0 但是現在是半季中彈 有些少少走李斯特城的路 有些少少上季 在聖誕打喉開始戴脫 好像電套一樣放掉了你 你就追不回 就算他之後慢慢失分 你就追不回 有得撕嗎 有幾分去撕嗎 當然 還有22場 我不會說是耳追 我不會說是耳追 當然一定不會這樣說 但是是否猶豫殺了 那就再看 但如果真的這樣 但阿仙奴要靠運 但強對女之下這樣 這樣的情況 聽到這樣 真的難看一些 除了今季 有巴打說過 對頭六我們是兩勝兩合兩虎 一勝兩合兩虎 只贏過車路士 那時還沒有褪變的車路士 還欺負了 沒有褪變車路士 然後和了一隊 熱刺 熱刺 和了萬元 輸李日浦和舒曼城 對 輸李日浦和舒曼城 輸李日浦那場我們都可以賴 好像車路士輸給我們 可以賴一下 沒有回到引腳 但這場晚 尤其對雙萬 我覺得是今季暫時 聖誕之前來說 最頑皮的兩場球 這兩場的敗筆 早呈現 這一刻其實要看雲家 雲家不是乾地 乾地可以馬上被我們點醒 三四三 但雲家這樣 都不是連連點 連連都被人點了 我覺得 排陣反而不是重點 不一定是人家打三中堅 我們就去抄 沒有意思 如果假如這樣 沒有意思 反而是會不 你怎樣是 基本精神化一些 更衣室對話 去迫起一群人 說 今年我們這樣的人 是用來奪貫的 不是用來陪跑 歐聯我們也要 英銷我們也要 我們是很貪的 你是這樣的 現在 你不是 怎麼會 大會形勢之後 突然間要討論 雲家 你留定走好 你應該在這個時刻 讓所有人都覺得 雲家正 你走的時候 是我們最高位 最高位的時候 有一件事很搞笑 我經常都說 巴達都說 喂 藍絲 韋書是正契仔 死都能出 現在 有一個人 真的 我暫時還未聽到 哪一個是契仔 但這個 我想這兩場 大家真的 要出這種東西 怎樣 當然是你 不是你 這個契仔 這兩場真是契仔 這場球很少見這麼多柴 歐斯爾台 真的很少見 經過游失三分 接下來 最快就是 對西暴郎 之後 來一次一個星期 對西暴郎 然後1月1日 元旦的時候 再對水晶弓 又快車 又快車 希望趁這段時間 這兩場的敗筆和失誤 盲的都看得到 問多一句 剛才提到契仔 現在被人捕了出來 就趕快去搜捕拿開 終於見到他 OK 有沒有想過回收 韋雪 有朋友說 給錢回收 但我覺得不是一件 原因是 我也想被他打足整季 因為他現在這麼健康 長長出又沒事 沒有傷沒有病 是 我想他在 潘尼茅夫 是原原證明了自己的能力線 而不是 或者找回信心 對 現在見到他越來越 即是 我不敢不談相 很頂班 但背著一對球 但見到 逐步逐步有個信心 很少見 一個英格蘭人 英格蘭人最忌妓 就是沒有信心 踢踢踢 踢到個人 意志消沉 自己不知道去哪裡 尤其是他仍然有生 二十多歲 二十四歲 就讓他繼續踢 由他 做艾迪康為針 我想 如果回來的時候 回來的時候 沒有意思 回來的時候有意思 你現在回來怎樣做 替攻 你覺得誰踢得不好 下卡踢得不好 那是否放位輸壓 就一定可以 奧斯隱形 是否放位輸壓 就可以完濕 我覺得有一套戰術 是要定給這個人 甚至乎 你是有一個很清晰的功效 最慘的是 做雷霆救兵的自然力 壓力的自然帶 我交不出表現 就混蛋了 是 正想說 你回來之後不行的時候 又在那裡 爬回你身 然後再打回你 到十九層被獄 一直是十八層 而且有些巴達說 不知道是否 搬來茅夫的滾衣好一點 可能先讓他先治一下 不知是鐵打 拳地才回來 希望太子可以繼續看得好 先停一會 對雲隊 未來對兩隊 比較硬正 也能入球 這個時候 看看究竟雲家 在球員的心理調節方面 甚至乎球員自己 對增盛的慾望 或是否繼續想保持增盤行李 有時候 技術差不多的時候 心態是決定境界的 你的真正心就是 基本上你拿三分 甚至是你射門的 那個 中不中的分別 我就不期望一月東窗 有什麼收購 通常來到一月東窗 就有事情想 很多大家 沒有事情做 是時候又要追一下收購 我自己對阿仙奴的期望很高 我自己覺得 我們現在阿仙奴的人腳 是屬於一隊奪貫級別的人腳 是雙線沒有問題 對 麻煩雲家 OK 你自己都這樣跟球員說 好嗎 不像自在參與 真是頂你不順 每年都好像陪伴一份之 就是 進一閘了 有些選位投下我 這樣就搞定 不是 你知道要贏才行 來到尾聲 來到尾聲 在節目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會送出阿仙奴的項巾 遊戲玩法非常簡單 究竟我們三個主持 總共在這個節目裡 舉起這條項巾幾次呢 然後再加 用四個字去形容 阿仙奴輸給萬城 變成長幫的感覺 當然 因為一定有很多朋友 想參加這個遊戲 我們會選三個 答對我們高舉這個項巾的次數 再加最有創意的 四字成語 四字詞語的形容 然後 得獎的 我們便會坐下PM你 即我們會在帖子上公布哪三個朋友 再坐下PM你 去聯絡怎樣交收 今天就這樣 希望大家收到聖誕禮物的時候 都會開開心心地過一年 不算這次 不算這次 希望我們下集的結束下先頭節目再見 拜拜 拜拜